古代的能工巧匠为我们留下无数雄伟建筑 但是由于我国的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 木材亦被腐蚀 随着时间的洗礼 许多精美的建筑都在战火和天灾中消失了 后人无法瞻仰他们的锋芒 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木结构建筑 往往是由后世工匠翻新修补 才得以保存到今天 然而即便建筑消失不在 只要营建建筑的记忆能够传承 这些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依然有机会展现在我们后人的视线中 那么在快翔之后 后一个特别值得说的是嘉靖年间 嘉靖年间故宫三大殿又被烧了 前面说这把火比永乐的时候 那把火还大 是最大的那把火 我们有句话叫国家不信师家信 就国家不信了 但对一个诗人来说是特别有信的 假如南唐不是那么凄惨的灭亡了 李玉他就写不出春花秋月何时了 这么悲态的词篇 对一个建筑匠人也是 假如三大殿在明朝不是那么命运多传的三度烧毁 就不会有三次重建的工程 也就不会有几代巧匠接连而出的这个样子 那么在嘉靖年间 从三大殿的最惨烈的大火之后 重建的主持者是巧匠徐稿 应该说是江苏扬州人 我们的巧匠他不太喜欢把东西写成特别严密的 什么图纸档案 计算公式 至少在明代的时候他还不喜欢这样 他还有点像南朝时候的名将 维瑞 明明是个将领 偏要穿着文人的服装 坐在一个木板轿子上面 手里拿了个如意 然后在指挥军队 不知道的以为他春游 但是他这个指挥军队很厉害 人家叫他围虎 像一个老虎一样会指挥军队 这是中国的这种技术部门的某种传统 所以这个许稿他也是这种传统 跟前面的快箱一样 一个项目交给他 他站在那儿也没看到特别费力 脑子里帅 心帅 然后拍拍脑袋 知道该怎么干了 出去就布置下去了 多长的木头多少根 多长的木头怎么做 然后布置出去 人家说最后建造出来 完全能够缜密地拼合在一起 他在当时除了盖三大殿 他特别值得说的一个事是 当时的嘉靖皇帝 自己住在前行宫里 因为他用各种方式去练长生药 伤害别人的身体 宫女们把他勒死 结果一个结没打死 他活过来了 再不肯住在故宫了 住在故宫西面的西院 用西宫 还把故宫里的各种宝贝 最之前的全带在那个宫殿里 那你就好好住吧 结果他还不安分 新来了美人 在帐子里头 两个人开开心心地在谈话 说是放烟火 可能是南方新进宫过来的烟火 你放烟火能在帐子里放吗 但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诸厚聪 他名字里带个火 他就真敢在帐子里放烟火 嗡放上去 美人一笑 然后帐子着了 整个永绩宫 连同他带过去的明朝说 最好的宝贝都被他给烧了 连同收了很多年的香料 好东西全被他烧了 烧完之后 嘉靖皇帝终于知道自己玩大了 为什么 他没地方住了 住到故宫去 他不乐意 然后当时比较不懂事的 严嵩 应该是严嵩 建议 说是故宫东南有个宫殿 那空着您可以去住 很舒服 嘉靖皇帝不高兴啊 你叫我住那儿 那是那个明英宗正统皇帝 被人家俘虏之后送回来住的地方 当了几年 凄凉的太上皇 没人踩 连在树底下成个阴凉 树就被人砍了 就苦成这个样子 这么苦的一个皇上 他住的宫殿 你让我住过去 不吉利啊 你包藏了什么货心 你这是别有用心 另一位 徐杰就特别聪明 是吧 三大殿也正在重建 也很多料 您只要在边上的宫殿里 稍微住一会儿 我们很快就帮您把它重建起来了 结果谁来重建 虚告 三个月 三个月就盖成了 而且特别是人家描述啊 不听到那个营造的声音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而且三个月 感觉月白风轻的 皇上在外头还在春游呢 一回头一看 宫殿盖成了 那我就猜吧 它大量预制构建 是吧 大量预制 然后可能还用了一些 销身的一些手段 就不要吵着皇上 是吧 你想想看 那是多严重的事情 皇上神经衰弱了 不要吵到皇上 可能都是在外头预制好了 现场主张 主张 特别严丝合缝 是吧 您不严丝合缝 你就是得敲吧 严丝合缝 进去三个月 特别快 然后家境住进去 这个家境可是吃过见过的人 这么挑剔的人一进去 嗯 甚好 所以我们相信 这位许稿 能力真的是很强 这是家境时代的 大工匠 许稿的事情 所以从我们说的 快福能 快祥 到许稿 这么几代名匠 他们所构筑起来的 几乎贯穿 整个明代三百年的 三大殿的建造史 我们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大工 大匠 大时代 这几件事 刚好碰在一块了 那像明代初年的 各地的工匠 汇聚到北京去做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建筑 这对建筑来说 是一个好时代 然后面 这样的过程 也在重复着 也在变化着 它贯穿了我们所回顾的 明代 北京故宫的 三大殿的历史 如果是一个好时代的